这是唯一一部有记载的丧尸爆发记录 由韩国真实事件改变的电影 韩国边境的506哨所内 确实是爆发了一种未知的感染病毒 由于军区迟迟没有联系上哨所 因此派遣了一支部队前去勘察 哨所内就像是一个迷宫 光线昏暗而诡异 房间的墙壁上布满了血迹 地上全是血肉模糊的尸体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这些尸体前 站着一个手拿斧头的士兵 士兵一言不发只是发出诡异的怪笑 浑身是血的 他仿佛一个地狱归来的恶魔 士兵们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惊慌中开的枪将他制服了 军区很快就收到消息 立即派出搜查官老卢前往调查真相 被枪击的士兵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 也是唯一的嫌疑员 老卢到达506哨所后发现 房间内的墙壁上被写上写字 杀光所有人 尸体被搜查队搬运出了房间 可仔细对比后发现 原本21人的506哨所 除了昏迷不醒的士兵外 现场只有19具尸体 还有一个人未被找到 老卢搜查了昏迷士兵的衣柜后发现 他的名字叫江真云 紧跟着发现的 还有他的日记本 根据日记本里记载 事发前的一天夜晚 哨所的两条军犬狂飞不止 等到士兵前去查看时却发现 马中士不仅将军全杀了 还抱着他们的尸体啃食 士兵当场被吓得魂飞破散 但看到这 日记本后面的内容就被销毁了 线索到这就断了 但很快 手下就在仓库里发现了 失踪的另一个人 此人自称是506哨所的队长柳中卫 可无论老卢问他什么 他都宁死不肯将真相说出来 还趁着没人注意 将江真云的日记本给撕毁了 似乎是害怕事情的真相被人发现 老卢从他的嘴里问不出任何线索 只能将他送回了总部 好在助手此时也有所发现 他找到了江真云的一段录像 视频中江真云眼神凶狠 还说要杀掉哨所内的每一个人 这让事情的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随后他们又在柳中卫的日记本中 发现了新情况 几天前马中士带着两名士兵 在森林里执行任务时失踪了 虽然最终几人都回来了 但他们却无缘无故生病了 在此之后 几人的行为开始变得一场诡异 马中士突然口吐黄叶眼圈发黑 目光呆滞犹如僵尸 而柳中卫并没有将哨所的情况上报不对 恰巧这一幕被江真云看到了 正当老卢和助手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感到疑惑的时候 撤离的搜查队又回来了 原来是山体滑坡道路被引 只是才刚回到哨所 江真云就不致身亡了 调查真相再次停滞不前 而一同回来的柳中卫 更是宁愿撞死也不愿下车 恳求老卢赶紧带自己离开 似乎这里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这个士兵将整个部队的人全部击杀了 因为这些战友都已经不是人了 马中士等人发生变异后 柳中卫就将几人关了起来 可是诡异的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 先是一个士兵在修理水管时 竟莫名地开始用端手不停地砸自己 后来更是有士兵被莫名杀害了 为了防止意外再次发生 柳中卫和副队长将士兵的弹药全都没收 可这却引起了士兵们的暴动 他们占据了无线电视 然而柳中卫和副队长为了保住他们的前途 继续欺骗这些士兵 说救援明天就来了 可士兵们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了 他们被分成了两拨 军医威胁柳中卫将大门钥匙交出来 两人在争夺中 柳中卫开枪击杀了军医 而此时的搜查队内 有士兵无意识杀死了队友 但别人找到他的时候 他还若无其事地站着岗 完全忘了自己刚刚做过什么 直到看到自己一身的血迹 他还是一脸懵逼 如今现实出现的状况和案件发生过的一模一样 老卢和军医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果然他们从士兵的脖子上发现了水炮 跟506哨所士兵身上的一模一样 根据推断 这是一种传染力极强的病毒 老卢再次陷入停滞 但很快 老卢在搜查过程中 发现了一本哨所的相册 看着上面每一个人的名字 震惊地发现 如今的柳中卫竟然是冒充的 此人真正的身份是全军医 真正的柳中卫当时也感染了病毒 他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杀害了神 而这一幕刚好被全军医看到了 柳中卫为了隐瞒真相 将部队的工作日志全部撕毁 而他们的身上也陆续开始出现了水炮 全军医为了活命 逼迫柳中卫将大门钥匙交出来 全军医将柳中卫打死后 把自己的名牌放在了他的身上 因此他将错就错 当搜查队找到他的时候 他谎称自己就是柳中卫 原本他以为被人发现后不必死 谁知他却从水杯的倒影中发现 自己身上的水炮竟然消失了 为了逃出这个地狱 他隐瞒了这里的真实情况 将病毒传染给了搜查队的人 506哨所内出现了一种神秘病毒 短短几个小时内 整个搜查队全部被感染 每个人的身上都长出了密密麻麻的水炮 更有人出现了无意识杀人的行为 发病过程中 这些水炮还会消失一段时间 最后便会变成狂造暴力的罐子 而这一切 全都是因为一个军医的自私自利 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后 全军医准备偷偷离开哨所 可却被看守的士兵发现了 全军医看到士兵的身上已经出现水炮 便直接将他勒死了 谁知这时士兵竟发生了便宜 全军医本想开枪打死他 谁知枪里根本没有子弹 他只好拔出匕首将士兵钉在了地上 得知真相的老卢立即追了出来 结果就看到全军医开着车碾压士兵的画面 谁知这个士兵都被碾成两截了 竟还挣扎着拔出刀 扎在了一旁的士兵脚上 看到已经彻底变异的士兵 老卢只好掏出枪将他击毙了 而与此同时 搜查队内也开始出现了相同症状 军医将他们分成了两队 未被感染的站在右边 被感染了的站在左边 并打算收缴感染者的武器 士兵们害怕自己被抛弃 拒不交出枪械 双方立即发生了争执 不知是谁先开了枪 一阵枪声过后 除了几名军官 未被感染的人全被击杀了 被感染者拿着自己断掉的胳膊 丝毫感受不到疼痛 老卢知道他们都被感染了病毒 为了不让病毒流出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回到办公室拿上了大门的钥匙 随后就发现了躲在角落里已经感染了的助手 在助手的痛苦挣扎中 老卢举起了手枪 平复好自己的心情后 他前往弹药库全副武装 然后将汽车的发动机全部削 军医极力拦住他 认为这里的事应该交给总部来处理 可老卢师妹也没说 只是卷起了两人的袖子 如今他终于明白了将真元的用意 只有杀掉自己的队 才能阻止病毒传到外衣 他将罪魁祸首权军医击杀了 随后将哨所的大门全部锁死 紧接着又将汽油倒满了所有通道 被感染的士兵们意识到了老卢的意图 他们将老卢围堵在了厕所内 想要杀了他拿到钥匙逃出去 一时间枪声刺起 即使老卢做了护死的准备 可始终是寡不敌重 在他的奋力反抗下 仅存的士兵将他打死了 他拿着大门的钥匙 一瘸一拐地准备离开着 可就在他打开大门的一瞬间 老卢早已准备好的炸弹被引爆了 整个哨所瞬间被大火吞没 爆炸声过后 所有的真相和病毒都被掩埋在了地里 而人们唯一能知道的是 在那台录像机里 相侦员并未成功传出去的真相 他希望看到视频的人 如果发现有任何的幸存者 立即杀了他们 而他 亦是忍着心痛将昔日的战友们全部杀害了 可最终依旧没能敌得过人性的贪婪自私